一週目在打第三階段的時候 應該說一週目最起碼還可以熬到第三階段 我現在連第三階段都熬不過去了 你覺得可怕不太也 你覺得不太好 好看 一生氣 你會不太好 你快點 你快點 在陷阱下来 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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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优优独播剧场——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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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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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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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有冰淚跟我們的龍淚 當初讓他服下龍淚跟長櫻之花是我上一週目的結局 然後呢 陰龍淚喝下去應該是殺死他的結局 那我們接下來呢 最完美結局就是 服下陰龍淚跟冰淚 這次我們的孜然應該就保命了 我們的秦陽 勞文聰 我們的勞文聰就活下來了 完美結局 我不需要自殺了 好爽 走吧 我的親子 龍淚已經沒了 詛咒結束 這個是變諾親子 他跟他成為一體 怎麼是我們親子變過去啊 不是變為煩人嗎 為什麼是我們的主人不見 不是他不見啊 怕懷孕了 我不知道 所有的變諾親子 斬斷我們的因果 結果是這個女的副 這個女的活著 等一下我已經分不出這個是奧之院的那一位 還是 還是我們原本那一個 這應該是奧之院的那一個吧 對啊 九郎大人跟他附身合體的啊 回歸龍鄉 回歸龍鄉 融合了 前往西方 神龍的故鄉 因此西遊記就此展開 原來是西遊記啊 二代之狼的劇情 聽說這一個結局是有影響到二代 應該不是說影響 是這個結局有銜接到二代 聽說二代結局是這個 二代的開始是這個結局 我這樣講有沒有聽得懂 哈哈 哈哈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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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意 一回目